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 会不会伤害我 会不会伤害我的队员 而最让粉丝愤怒的无疑是在2014年5月 他的好友兼队友吴亦凡宣布退出XO与SM公司解约时 黄子涛毫不留情地谴责对方的野心背叛 而在不到一年之后 他自己却也宣布退团解约 时至今日 这位超人气偶像也极力表示 当初只是不得已 那个时候性格确实真的很冲动 可能我有很多不该说的话 有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我做 但我现在绝对不会 我在队里面 我跟吴亦凡的关系是最好的 那么上海呢 是一个非常繁忙的都市 很多上班族呀 都是靠地铁来上班而下班的 那么如果在地铁里面有些非常好吃的美食的话 可谓上班足以充了不少时间哦 这期人气美食去看一看上海地铁里有哪些美食吧 这个餐厅越来越多 大家选择当然也是越来越多了 今天我们就来这里找一找有什么好吃的 走 到了靖安寺站 不管从哪个出口出来都是大商场 美食也在这里聚集 我们就跟着杨子的脚步先去家里城逛逛 据说那里有一家烤鱼很特别 它竟然会玩道令 烤的的话就是皮比较焦脆 然后比较焦焦 然后里边的话也比较嫩那一点 外焦里嫩似乎是对烧烤类食物的同一形容 但是究竟这只鱼为什么要倒立着烤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其实温度很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看我们身后 这个就是正在烤着的这个鱼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啊 就是我们没有见过就是这种竖着穿烤的鱼 对不对 很多东西就直接横着在烤炉上烤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竖着烤呢 第一个呢是保证一个客人的一个视觉效果 有一个立体感 第二个呢也是保持一个食材的一个新鲜度 一个烤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这边的温度好高啊 大概有多少度啊 好了 这期环球想先看就要这样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